Hello 大家好 我是Peter 欢迎回来 见过开心吗 我最近有收到还蛮多留言跟私信在问我 幼教移民这个事情 如果你们有看过我之前的视频的话 应该知道我本人是通过幼教移民新西兰的人 那我今天想来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自己当时通过幼教移民的 整个这么一个过程的具体的一些细节和时间线 希望我的这个经历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小伙伴们 那如果你的视频有兴趣的话 我们就接着往下看吧 首先我想在这里说的是 我本人并不是移民或者留学中介 所以我不会给到关于移民和留学选择方面的 任何的意见和建议 这个东西的话 你们还是要需要自己去多搜集一些资料 做一些研究 或者去咨询一些专业的移民顾问 这个我没有办法回答你们 我所能做的就是 把我自己这个经历尽量详细的分享给你们 然后看是不是可以给你们作为一个参考 我最早是2015年11月来的新西兰 通过walking holiday来新西兰的 walking holiday刚来的时候我就来奥克兰了 我当时就是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然后我当时的想法 还是我可以通过找到一个工作 然后让雇主担保我移民的这么一个方式 但是在我来了差不多有三个月 然后也帮几个华人雇主工作过之后 我发现凭我国内的商科背景 在这里找到一个可以正常的移民的工作 并且通过他去移民 这个成功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小的 我当时发现靠找工作移民这个路行不通之后呢 我就开始想要通过读书 先留学这么一个途径去移民 2016年的时候比较热门的快速的移民专业 就是西厨和幼教 西厨由于我自己本人真的是不喜欢做饭 以后我觉得也可能不是一个长远之际 并且我已经不太记得当时的政策是西厨是需要好像满工作多少年才可以 但是幼教呢 他有一个比较难的点 就是雅思需要考四个期 这个是我当时的英语水平所达不到的 但是通过比较西厨和幼教之后 我还是选择了幼教 我觉得努力一把的话 其实雅思还是可以 然后幼教相对来说的话 可能以后的职业发展也比西厨要好一点 当时我并不是只是想找一个移民跳班 我当时还是有考虑说以后要真的去从事这个职业的 2016年2月份开始准备考雅思 确实考雅思挺辛苦的 咱们中国人比较会考试 所以听和读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已经在新西历的时候 我每天在这个语言环境中 每天也会跟别人说很多的英语 所以就说也还好 最后就卡在了这个写上面 写我是一共考了三次才考过的 并且最后一次还是复义出来的 雅思前前后后从我最开始复习到我最后一个写作考出来 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 那半年期间我也很痛苦 写作一直考不出来 当时我就有想过两个选择 一个是去读培训班 还有一个就是我不读幼教了 我去读土木 这个是我后来了解到的一个相对来说 也是移民比较热门的一个专业吧 当时土木因为毕竟一个时间比较长 他要读两年而且他只是一个大专学历 相当于一个level5的 也运气比较好考出来了 所以我最后还是选择去读幼教了 关于考雅思 我自己的经验就是你去刷剑桥真题 听读基本上靠剑桥真题 你是可以考出来的 你就不停地刷它 然后背单词 背单词很重要 我觉得在听和读方面 词汇量是占据一个非常大的主导地位的 你哪怕你的做题技巧再好 你看到单词不认识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当时就是买了一本亚斯单词书 在背单词 然后就是刷剑桥 这里不是广告 只是我自己的经验分享 说和写的话 我最早是看的盛小怡 盛小怡对说的那些东西 我觉得还是有用的 我当时今天那本书好像是多少多少天 我觉得它是有点夸张了 但是你去看的话 其实还是有用的 然后口语 它是有一个网站专门做一测的 因为口语话题来来去去这么点 你每一个都准备准备 你差不多要讲的内容 其实是可以的 写作的部分就比较难了 我看盛小怡 我觉得帮助不是很大 最后我去买了顾家北的网课 最后我把写作考出来了 考亚斯之后 差不多是在七八月的时候 9月份我就开始申请 当时读幼教的这个学校了 我当时选的就是一个 通过幼教移民 非常热门的这么一个学校 那个NZTC 它是非常普通的私立的 我选这个学校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可以随时开学 如果我要去比较好的学校的话 我只能等到每年的二月份开学 我就不想再等了 而且相对不好的学校 学起来可能也容易一点 它不会像比较好的学校 上学要求那么高 然后当时申请的时候 是有一个面试环节的 这个面试环节 我觉得大家也不需要准备什么东西 我没有什么好分享的 唯一的就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怀塘医条约以及毛利文化 在新西兰的地位这些东西 他们会问到 但是其实你不知道也没有关系 因为上课都会教的 我个人觉得 他们也不会因为这个事情 而不录取你 因为像这种学校 它大部分学生 也是它大部分的利润来源 就是这些国际留学生 只要雅思过了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他都不会想放弃说 赚钱的机会 因为他的主要目的 也是赚钱 这种学校 但是有兴趣的话 还是去了解一下 总是没有什么坏处 对你以后要学的这个东西 也是有帮助的 我当时觉得 我没有做得太好的一个事情 我是等我的雅思出来之后 才去开始去申请学校的 其实我应该一早就把学校申请好 然后拿conditional offer 就是他给你offer 但是他附带条件 就是说你雅思考出来才能入学 你先去拿一个conditional offer 也是没有损失的 因为新西兰这边申请学校 你也不需要申请费什么的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失误 然后就告诉大家 如果大家有要申请学校什么的话 就尽早申请 这样的话 当你满足条件之后 你就可以立刻入学了 因为信息不对称 我也不知道这些事情 我就等雅思考出来之后 再去申请的 所以等到我申请学校 然后再申请学生签证 这一系列事情过去之后 我又大概浪费了两三个月 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但是在2016年17年的时候 留学中介是不会收钱的 因为他们赚钱的方式 主要是通过 他给学校介绍一个留学生 学校是会给他学费 百分之多返现的 所以我觉得留学中介 其实是可以找的 因为你自己并不需要去花这笔中介费 然后你也可以省下来很多事情 但是找中介的过程中 大家一定要自己擦亮眼睛 因为中介也有很多不靠谱的 就是大家自己看着办吧 你觉得自己OK 也不嫌烦的话 你就自己办 那如果你想省事 你就挑一个好一点的中介 学生签证当时是2016年11月下来的 当时上学几乎是一个纯线上的一个课程 他就是每六周给你一个作业 你写完了交上去就可以了 一共是九个 除了他的这些作业的话 你为了满足新西兰教育部 对于线上课程的要求 他也会让你去上一个叫做 tutorial的东西 我们那个时候是每周要去四个小时的 但是后来好像就没有那么严格了 我记得我快2017年零毕业的时候 已经好像减少到很少了 这个具体的话 反正就是你去混时间 他们也不会真的对有什么要求的 你去满足他考勤打卡就可以了 另外他还有一个也是 为了满足新西兰教育部的要求 而设立的一个叫做block course的东西 就是所有的线上课程 他都会要求你有一定时间的线下课程 学校需要去满足这么一个东西的 那这个东西也是 其实只要你人去签到 点名到就行了 真的他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的 这个NZTC他会有一个叫做home center的东西 就是你找一个幼儿园 上学期间每周要去完成16个小时的打卡的 然后需要你找一个老师 然后专门是作为你的associate teacher 他要每周给你签字 然后最后就是一个叫做大实习的东西了 一共是14周 你需要去三个不同的幼儿园 那14周是跟作业平行进行的 就你那个每6周一个作业还是要写 但是你同时14周里面你要去做全职的幼教实习 然后要写额外的paper 那段可能是相对来说稍微比较辛苦一点吧 但是整个幼教的读书过程还是相对轻松的 因为除了这个大实习期间你相当于就是每6周交一个作业 那个作业也不难 就是让你去读文献做一个总结这样子 所以就相对也比较简单 他官网是写1.33年 但实际上一年稍微多一点也就上完了 我自己是上了一年一个月 如到2017年12月我就整个作业写完就毕业了 NZTC他是随时开学随时毕业 你只要作业都过了你就可以去申请毕业证了 申请完毕业证之后 然后去申请一个叫做教师注册的东西 证明你是一个注册老师了 我当时也是比较傻傻的 又是一个坑了吧 我是等毕业之后 等所有的东西都拿完了 我再去申请教师注册 以至于我后面搬去惠灵顿的时候 我的注册还没有下来 这里推荐的大家如果就是要去做幼教 然后要去拿这个注册的话 最后一个作业过了 在你一边申请毕业证的时候 你就可以一边申请教师注册了 然后你把你除了毕业证以外的东西 都先寄给他们 让他们去审 后面等你毕业证下来 你再补给他们 这样的话你应该会快一点 拿到你的教师注册 对于你找工作也是有帮助的 很多时候就是你在等教师注册的时候 他们可能就是会优先考虑 有教师注册的人 那好了 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好了 那以上就是我从来新西兰 然后决定读幼教 然后读书到毕业的这么一个过程 希望这个过程有帮助到 想要来新西兰读幼教的朋友 那我们下集继续分享 我幼教毕业之后找工作 然后办身份的这么一个过程 下视频再见 拜拜